受到寒流以及華南瑜區東移的影響 今天清晨各地的氣溫都是相當的偏濕偏冷 而我們預估這樣子比較明顯的持續性的低溫呢 在今天一整天都會持續 但我們明天清晨都相當嚴寒 明天白天雖然隨著水氣的減少會略微回升一些些 但是持續受到寒流影響 這波寒流預估所帶來的顯著低溫 會一直到25號的清晨 那之後呢還是要留意這種日夜溫差比較大的情形 我們先來看到目前的天氣狀況 從微信用途上可以看到 隨著華南瑜區的東移 今天台灣上空都有一些比較厚實的雲系 而隨著這些雲系的通過呢 其實今天清晨在整體台灣以及澎湖金門馬祖 都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那甚至在北台灣這邊受到明顯冷空氣的影響 所以說呢還是有一些固態降水出現的情形 尤其是在馬祖還有像是北台灣 我們在安部站也有觀測到一些固態降水的情形 而我們看到在今天清晨整體的氣溫分佈上面 今天清晨所觀測到的低溫呢 是相當的明顯偏低的 預估到了明天清晨也還是比較略為偏低的情形 那尤其呢像是在蓮江縣的東影是在1.5度左右的低溫 馬祖的低溫也在1.7度左右 所以說在昨天深夜到今天的清晨之間呢 是有出現這個冰線的現象 那再來呢像是苗栗的三彎有到4.6度 這是我們本島的比較顯著的低溫 也是2023年入冬以來的最低溫 其次呢像是在桃園的陽梅 金門的京晨還有現在新竹的新風也都有5度左右的低溫 那普遍性各地的低溫來講的話呢 其實在整個中部以北以及宜蘭 還有金門的低溫呢都有來到4到8度左右 那像是在南部東部這邊以及澎湖的話呢 整體的低溫約在8度到10度之間 而在台東這個地方的低溫呢約11 12度上下 所以其實氣溫都是整體普遍偏低的 那我們也要持續留意從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之間的低溫情形 那這是我們預估呢在明天的清晨會出現的偏低氣溫 而在今天白天其實整體的氣溫回升都是相當不明顯的 所以說呢還是要提醒像是在整個高平這一帶一直往北呢 到宜蘭花蓮其實普遍都是8到10度左右的低溫 尤其是北台灣的這一帶呢也有6度左右的低溫 馬祖金門這邊呢也是一個偏向6度到10度以下的低溫 澎湖呢是接近在12度上下 所以說呢氣象鼠是持續發布低溫特報 我們還是要提醒呢像是在整個中部以北 以及宜蘭花蓮還有南投以及金門跟馬祖 這邊低溫的情形呢是屬於長時間偏冷的情形 這整體來說都是有一個晨燈的情形 所以在今天一整天到明天的清晨上午左右呢都是要持續的留意 我們可以看到在25號的清晨開始呢隨著北方的高壓出海 東移出海那寒流就會減弱 所以25號的白天氣溫整體是會回升的 而後續呢其實日夜溫差都會比較大一些些 從2627號台灣附近的大概是一個比較偏向東北東風的情形 氣溫是略微的回升一些的 那後續呢到了2829號呢可以看到北方的高壓呢是比較偏向在東移出海的狀況 所以說呢在未來的一周溫度的變化情形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整體來講我們紅色的曲線是北部宜蘭的狀況 比較可以反映冷空氣變化的狀況 那在綠色的曲線是中南部的情形 而在花東的話是藍色的曲線 我們先從北部宜蘭這邊的紅色曲線上面來看 從今天到明天一整天持續受到寒流的影響 整體的氣溫呢都在10度左右或是以下 而到了25號的清晨也都是普遍偏低冷的情形 到了白天開始才會稍微的回升一些些 那後續呢25號白天開始隨著寒流的減弱 氣溫呢是持續逐日的逐漸回升 那可以看到在2627號左右呢 北台灣整體的白天高溫可以來到20度上下 感受上面相對就會比較舒適一些 但是呢早晚的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一些 那尤其像是中南部這一代 白天的氣溫呢隨著水泄的減少 其實後續從明天開始都會逐漸的回升 那這樣子逐漸白天高溫的回升 但是清晨夜裡呢又會有明顯的降溫的情形之下 就造成日夜溫差比較大的情形 所以說呢除了在今天到明天要注意寒流之外呢 我們到了25號的白天之後 還是要留意這種日夜溫差持續比較大的情況 那這樣比較偏濕冷的情形呢 預估在今天的白天是比較持續的 可能要到了下午到晚間左右 這樣子持續下雨的狀況才會稍微的減緩一些些 那也因此呢我們也要提醒這樣子 整體比較濕冷的狀況之下呢 其實在高山上面還是在間一整天都有一些降雪的機率 甚至持續到明天的清晨 那要看整體的水氣轉乾的情況 那這樣子未來一周的降雨的情形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呢各地的降雨還是相當的廣泛 到了晚間逐漸的減緩 而到了晚上開始一直到24號左右呢 隨著水氣的減少 整體的降雨時間都比較縮減了 那我們下雨的區域呢比較偏向是在迎風面 北部東半部還有中部的山區 會有一些轉戰得到零星的降雨 而至於到了25到27號 其實水氣是又更為的減少了 大致上只剩下在基隆碑海岸大台北山區 還有東半部這一帶 有一些舉步到零星的降雨 而其他的西半部地區大多都是多年到晴 可以看到陽光 後續呢在週日到週一左右 迎風面的水氣會略微增多一些些 不過對平地降雨的影響還沒有到特別的明顯 為了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